我是个南科大夫 国庆科室轮值 意外让我撞见了女友脚踏两条船的现场 更加意外的是 我因此发现自己身处一本逆后宫小说 而女友则是这本小说的女主角 刚从洗手间出来 就见几个护士围在一起窃窃私欲 我往他们身边经过 和我比较熟的小张护士一把拉住我 表情八卦 刘医生 刚才你不在 王医生替你接待了一个病人 我靠好奇葩 奇葩 在新海私立医院的南科入职不到一个月 奇葩的病人我不知道见了多少 比如上周我接待了个年轻人 我曾老半天和我隐晦的 表达想在小兄弟上装点东西 被我劝退后 却直接找某局举报 害我被扣三百块工资 上上周还接待过一个 因为出轨而被老婆一解媒的 哭着喊着求我们一定要给他重新接上 接不上他就要报警抓我们医生蹲橘子 按理说 一般奇葩病人什么的 已经记不起我的兴趣了 但看小张护士神神秘秘的模样 我还是很给面子的当捧根 新入职嘛 总要搞好同事关系的 哦 怎么个奇葩法 刚才一女的 带着两个男的来诊室 你猜他要干嘛 他居然说要王医生好好检查 一下他这俩男友的那啥的能力 谁强他就和谁结婚 哇 这还真够扎裂的哈 对啊 重点是俩男的也乐意 争先恐后的进诊室 我在医院待了这么多年了 还是头一回见着光景 我突然生出了好奇心 想去看看这个脚踩两条船海 能不翻车的女主角到底啥样 于是小张护士很热心地拉着 我往王医生做班的诊室走去 你还别说 刘医生 那姑娘长得还挺漂亮的 跟个网红似的 要不然怎么能迷惑住两个帅哥呢 我们刚走到门口 诊室的门便从里面打开 走出来一女两男 我愣住了 女的一头浅喀色的大波浪 如小张护士所说 长得很漂亮 是一种我极其熟悉的漂亮 这他妈不是我正在商议婚期的女朋友 柳如烟吗 我的大脑整个儿当机 愣愣站在原地 柳如烟往我这边走过来 他身后跟着两个盘条亮顺的两个大小伙子 只不过一个头痒得高高的 一脸自豪 另一个则明显有些垂头丧气 目光阴郁 这两人我也都认识 垂头丧气的那个 是柳如烟整天挂在嘴里的好给蜜林月 另一个满脸自豪的 则是他口中的铁哥们张子豪 他们仨都没注意到 一旁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我 三人与我擦肩而过 我听见张子豪得意地对林月说 你还有脸缠着如烟 一生都证明我比你强 你就别挣扎了 如烟注定是我的老婆 林月却人不甘心 拉住柳如烟的衣袖 如烟 明明是你说的 和我睡的时候更舒服 张子豪就是一个大老粗 根本不会照顾你的感受 张子豪见状大怒 一把推开林月 你手段再温柔又怎样 我不仅这方面能力比你强 家底也比你丰厚 你就一娘们儿兮兮地主播 网上卖笑的你能挣几个钱啊 如烟跟了我才是最幸福的 各种方面的幸福 如烟嗓音柔弱 一边安抚快要暴怒的张子豪 一边拉起林月的手 好吧 我们都说好不吵架的 阿月 虽然我会选择和子豪领政 但以后你也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啊 像以前一样 我们三个人 不是一直都配合得很好吗 柳如烟一手拉一个男人 渐渐走远了 小张护士目瞪口呆 这 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现实版MP文女主角吗 而我 则呆立在原地 根本做不出任何反应 好半天才掏出手机 颤抖着手指 给柳如烟发消息 你在哪儿 她很快给我回了消息 臭宝 我刚到迪士尼亚 放假人好多 要是你陪我一起来就好了 只有我和闺蜜两个人 真的好无聊 紧接着 她发了一张和她好朋友 林悠悠的大头照 身后的背景确实是迪士尼乐园 我脑袋温温作响 是了 我刚入职医院 院里安排国庆假期值班 我这个新人手当气冲 柳如烟当时表现得很不开心 因为我之前答应她 要和她一起去上海迪士尼玩 我还满心愧疚 抱着她说等着几天轮值 结束了就带她去见我的父母 商定婚期 她这才破涕微笑 现在想想 她演技可真是太好了 柳如烟恐怕还巴不得 我没空陪她 这样她才有时间 有机会带着两个拼头 来医院检查 那什么狗屁的男人能力 想到张子豪和林悠这两个狗饼 一个打着发小铁哥们的旗号 一个顶着同性恋给蜜 等名头和柳如烟暗通款区 我更是感到头顶绿光 能照耀整个医院大楼 本想一个电话打过去 拆穿她拙劣的谎言 可号码都拨出去了 我又慌忙地挂断了电话 如烟那边很快发了个 过来 我却强装着若无其事的模样 告诉她是我不小心按错了 这一刻 我深恨自己的胆小和陌弱 任何一个男人 撞破女友给自己戴绿帽的现场 难道不都该是冲上去 揍肩负一顿 然后干脆利落地和女友分手吗 可我竟然犹豫了 没过两天 柳如烟从迪士尼回来 恰好我的国庆值班也结束了 迪士尼好玩吗 柳如烟漂亮的脸蛋皱了起来 嘟着嘴 不好玩人山人海 挤得要命 好多项目都没玩上 白去了 还被几个恶臭男开游 恶心死了 她撒着胶钻进我怀里 用脑袋顶着我的胸膛 臭宝 还是你好 咱们什么时候去见叔叔阿姨 明天还是后天 她光滑的发丝从肩上滑落 露出的白皙后颈上 有好几枚鲜红刺眼的吻痕 我的心像是钢针扎了一下 搭在她肩上的手 不由自主地收紧 柳如烟依靠在我怀里 痛哭了一声 啊 你弄捅我了 我一愣 赶紧松开手 正想和她道歉 下一秒 我听见她的声音响起 西 刘欣果真是个卑微男配 明明都在医院 撞见我和另外两个男人了 结果面对我的时候 还不是屁都不敢放一个 我全身一僵 不可置信地低头看向柳如烟 她在说什么 什么卑微男配 但是让我更难顶的是 她知道我已经发现 她给我戴绿帽子的事了 不等我细想 我又听见一道电子音 宿主 原小说剧情里 你和张子豪 林月 去做检查的医院 可不是刘欣共职的这一家 你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 别忘了原剧情里 柳如烟是怎么死的 柳如烟满不在乎 那我也没办法啊 刘欣真不是个男人 我都这么诱惑她了 都能忍住对我不下手 我只能出此下策 用别的男人来刺激她了 我勾勾手指就和我睡了 就这个刘欣 明明在书里只是个自卑男配 还这么难搞 卧槽 难不成 我竟然听见了柳如烟的心声 她又和那个叫系统的电子音 聊了两句 我得以大致拼凑出了一个 令人难以知信的真相 我所生活的世界 是一本逆后宫小说 女主柳如烟 两个男主角分别是张子豪和林月 我刘欣 则是书中一个娶了柳如烟 却长期让她独守空房的卑微男配 最后我因为发现了 她长期放浪的生活 诺儿手认了这个最爱的女人 而现在这个柳如烟 是被系统选中穿越过来的 她的任务就是和我结婚 并且要用高超的技巧征服我 让我能接受另外两个男主 改写原主惨烈的结局 甚至前两天 我在医院里撞见柳如烟 带着两个男人出现 也是她有意为之 仅仅是为了试探我这个 男配卑微的底线在哪里 想用其他男人来刺激我 这他妈是汤鸡生物 能写出来的剧情 而现在这个柳如烟 对我还很不满意 正和系统商量着 将我攻略下之后 就和我离婚 她觉得张子豪 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 我猛地一把推开怀中的柳如烟 晃晃悠悠站起来 感觉世界观受到了 核弹头的冲击 臭宝 你怎么了 被我推开的柳如烟 疑惑不解 我精神恍惚地看了她一眼 然后不发一言地出门下楼 我得一个人静静 小树里设定 我因为一些心理 原因导致不能正常 给柳如烟幸福 所以面对她一直很卑微 娶到柳如烟这个女神后 我又一身一鬼 自卑渐渐变为变态的控制欲 最终在撞破她同时 和林月张子豪偷情后 扭曲的情感爆发 一刀了结了柳如烟之后 又跳楼自杀 全程我就是个贴着 刻板符号的工具人 甚至连我的家庭背景 社会关系都没介绍 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不可能 这绝对不会是我的人生 我家庭富裕 父母兄弟关系和睦 虽然我确实小时候 因为被绑架过 导致性格内向 不太敢接触陌生人 但我绝对不是那种 心理阴暗扭曲变态的人啊 我不碰柳如烟 纯粹是因为 我向往一份纯洁的爱 想把最美好的时刻 留在新婚之夜 可我这样一份坚持 在柳如烟眼中 竟然是难搞 等感到自己冷静得差不多了 我准备上楼和她摊牌 提分手 柳如烟先拎着小胯包下了楼 见到我她多起了嘴 好烦哦 公司要我立刻 去订同事的直播 不能在家陪臭保你了 她嘴上这么说 可我分明还听见她心里抱怨 这个该死的张子豪 占有欲也太强了 非得让我去她那里过夜 系统则提醒她 张子豪对你的好感度最高 随便糊弄下就行了 主要还是留心 知道了 留心反正已经 在和我商谈婚期了 等我见过她爸妈 我就把她一举拿下 我强装出一副可惜的模样 好吧 那我等你回来 过两天带你回去见我爸妈 她面上露出了明显的喜色 连起脚轻了我的脸颊一下 臭宝 你真好 然后蹦蹦跳跳拎着包跑了 盯着她逐渐远去的背影 我突然改了主意 既然柳如烟是来攻略我的 任务目标就是要和我结婚 那我和她虚与威仪 然后在婚礼上消失 岂不是最好的报复 所以 见我爸妈的计划继续 但我需要做些准备 于是我打电话 给冷战已久的我哥 喂 哥 把给柳如烟的资源都停了吧 变化那头的我哥 呼吸顿住了一秒 紧接着大喜过望 小心 你想通了 不怪她这么惊喜 柳如烟和林月都是我哥名下 一家MCN机构的签约主播 我当时凑热闹 参加他们公司的年会 对漂亮的柳如烟一见钟情 坠入了情网 之后便如同失了之一样 对她百依百顺 信任有加 其实我哥早就提醒过我 她在公司和林月不清不楚 但柳如烟和我说 林月就是个同性恋 她把她当好姐妹 我也就深信不疑 还反过来怪我哥小题大做 甚至还为此和她冷战了大半个月 其实在原剧情里 柳如烟本来想要勾到我哥 结果我哥根本不搭理她 她才把目光投向了我 并且因为我这层关系 她在我哥的公司 几乎就是躺着啥也不干 每每领工资 连带着林月也得了不少好处 她为什么非要和我结婚 未尝不是因为这层关系 真他妈想的美啊 绿了我还敢占我的便宜 以后就没这个待遇了 不过 我过两天 还是会把她带回去见爸妈 一句话又让我哥冷静了下来 你想干什么 我要报复她 先让她得意几天 你这样帮我个忙 我说了自己的大致安排 她立刻明白 好 售价后我就会取消 她在公司内部S级主播的待遇 你说的其他事 我一天之内给你搞定 隔天 柳如烟又顶着一身的吻痕回来了 她还想来亲我 我差点没吐出来 只觉得好脏 宝贝 准备一下 我们下午就去我爸妈那里 柳如烟手一顿 下午 不是明天才出发吗 我笑了笑 明天才出发 然后给你留一个下午 去陪凌月吗 柳如烟自从和张子豪 以及凌月两人突破界限后 就一直徘徊在两个男人之间 当端水大师 因为端水水平高 所以张子豪和凌月两个人 勉强还能和平相处 那这次我把碗给你砸了 看你还怎么端水 我不理会柳如烟 和系统抱怨的心声 催着她收拾东西 我家在临时 开车需要三个小时才能到 她拖拖拉拉地收拾东西 临走时 她又想用昨天去见张子豪的那个借口 我故意做出大货不解的模样 怎么你们公司还有直播带货 我哥今天下午也回去 他说都放假了 柳如烟这才闭了嘴 乖乖和我回了老家 不过当他见到我家 带喷泉的大别墅后 眼中闪过一丝惊艳 来时的不清不愿一扫而光 哇 臭宝 这是 这是你家 柳如烟挽住我的手 用力摇晃 你真是深藏不露啊 原来你是有钱人家的小少爷 我不动声色地撇开她的手 走吧 我爸妈还有我哥 都等着我们一起吃晚饭了 柳如烟终于有了一些拘谨 跟着我进了豪华的别墅里面 我爸和我哥正装无作样地下棋 我妈则是一见我俩进门 就站了起来 热情地拉着柳如烟往客厅沙发走 你就是如烟呀 长得真漂亮 小心老后我们提起你 果然是个讨喜的姑娘 我爸闻言也表示赞同 马上 我就听见柳如烟得意地和系统说 瞧见没 留心的爸妈见我第一面就被搞定了 婚事肯定能成 看来女主的魅力无人能挡 我吃笑一声 然后突然出声 如烟 你的手机好像一直在震动 是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柳如烟掏出手机 脸色微微一变 哎呀 是我的同事了 我去接个电话啊 她不好意思地朝我妈笑笑 然后出去外面的小花园接电话 我悄悄走到附近 只听见她压低了嗓音 灵月 你最好找我有要紧事 都说了我这两天有事 没有 我没和张子豪在一起 对 是刘欣的爸妈要见我 那又怎么了 我只是过来应付一下 不会真的和她结婚的 她都不知道你和子豪的事情 则 好好好 我回去补偿你 你就是太斤斤计较啊 就多陪子豪一晚 你也要嘀嘀咕咕 烦死了 她挂断电话 呵呵 看吧 水端不平的麻烦立马就来了 我笑着问她 谁啊惹你这么生气 柳如烟被吓了一大跳 慌慌张张地解释 没 没事了 我同事上错优惠圈链接 我盯着她 看她越来越心虚的模样 疯狂地在心里问系统 她刚才听见我和林月打电话了吗 系统没有否认 你都能故意领着两个男主 去留心的医院了 还怕什么 那能一样吗 我现在可是在她家 要是她一怒之下 不和我结婚了怎么办 放心吧 你当面绿她 她都没戳破 目前难配的 一切行为都符合剧情逻辑 这部小说还有逻辑这玩意儿 我深吸一口气 使自己平静下来 快进去吧 我妈很想和你讨论一下婚服呢 她最喜欢这些东西了 柳如烟松了好大一口气 回来后 我妈果真捧着好 几本高定杂志放在她面前 张子豪家里也有钱 但比起我家来 只能说是小屋见大屋 柳如烟一件连婚纱都是高定 眼睛立马亮了 系统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 任务是非要和刘星结婚了 她家这么有钱 嫁进来那岂不就是妥妥的少奶奶啊 为了这么奢侈的生活 我甚至可以选择和张子豪 还有凌月分手 系统提醒她 这是本链批文 当然如果你能攻略下刘星 可以让她心甘情愿为你付出 到时候你成了富婆 有多少男人就有多少男人 我听得一阵恶心 这个系统已寄柳如烟 都把我们这些人当什么了 女主的垫脚石 我安安捏了捏拳头 脸上硬挂着笑意意犹所指的说 如烟 不必担心价格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办婚礼都是按照定格的来 酒店我已经想好了 你不是喜欢古堡吗 到时候我们就去欧洲的城堡办 柳如烟竟然感动得眼含泪花 哽咽着说 刘星 你对我真好 在我家的这两天 我们全家亲力让她感受到 了什么叫做公主般的生活 试穿住行 都有专人为她提供服务 这两天她试穿了不少大牌定制婚纱 虽然她答应我的求婚 也是为了攻略任务 但哪个女生不喜欢梦幻一样的婚礼呢 有减入奢议 柳如烟现在已经完全沉浸在了对婚礼的期待中 甚至我问她婚期 她还表示越快越好 这期间 林月和张子豪轮番对她进行电话轰炸 柳如烟一开始还能好生好气和他们解释 直到我妈有意无意地提点她一句 如烟啊 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忙 整天接那么多电话 要真忙 你就和小星先回去 婚礼的事之后再说 柳如烟急了 阿姨当然是婚礼更重要了 我会注意的 当晚 我就听见她躲在走廊的角落 气急败坏的开语音警告张子豪和林月 让他们不要坏她的好事 张子豪还特别委屈地问她 你不是说好和我结婚的吗 柳如烟骂道 你家能有留心家有钱吗 等我和留心结婚了 你们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们 林月和张子豪这才闭了嘴 当然了 这也只是表面和谐罢了 就算这是本燕辟文 男人也不可能违背 与生俱来的独占语这个本性的 柳如烟自以为凭借系统 将两个男人玩弄于掌心 迟早要遭报应 原本计划我们只在我家待两天的 柳如烟明显乐不思熟 硬生生拖到了收价 回去后她便发现自己被塞了一堆杂事 以前的优待没有了 柳如烟来找我抱怨 臭宝 你和你哥说一下嘛 我这么多事要干 都没时间陪你了 我心地冷笑 没时间陪我 怕不是没时间陪那两个男人吧 但我没表露出来 而是给他画大饼 告诉他结婚之后 我哥会把这家MCN公司给我 到时候我会给他管理 柳如烟 你知道的 当医生才是我的梦想 我对管理不熟悉 我哥这是在培养你呢 所以你要好好学 以后才能管好这家公司 柳如烟信以为真 要不然怎么说屁股决定脑袋呢 以前她是打工人心态 能摆烂占老板便宜就占老板便宜 现在柳如烟自己定位成了资本家 心态一下子变了 看不惯吃干饭的行为 譬如之前一直蹭她光环的灵月 柳如烟就开始挑刺 哪儿哪儿都看不顺眼 有时候她还会和我吐槽 这个灵月的工作 真是让人看不下去 她在美妆这条赛道上 也没什么能让人记住的点 让她转型拍搞笑视频 她居然说我在贬低丑化她 我差点没笑出声 灵月虽然是个直男 但打扮精致 非常发神 对这种潮人来说 让她去拍不能踩我气而吸 之类的短视频 可不是在侮辱她吗 这种靠肉欲堆积起来的感情 很快就 在工作的机灵狗碎中 消磨得一干二净 张子豪那边也开始出了问题 自从柳如烟 把自己定位成公司 未来女老板后 就有点看不上 张子豪这个拆迁户二代了 张子豪是柳如烟的 青梅竹马邻居 他老家好几套房子拆迁 一下子阶级跃升 教育却跟不上 张子豪就被惯坏了 大学没上 好歹靠了体育生的身份 上了个大专 毕业后也没好好工作 就肯老 但好在他家拆迁补偿的前部手 也经得住他走 柳如烟从前还和系统说 想攻略我成功后 和我离婚 然后嫁给张子豪 等真正见识了 我家的背景之后 他便又改了主意 决定照原计划和我结婚 因此那天他带着两男的 去医院检验男性能力的事 就没了下文 张子豪本来就是为了和他结婚 才接受这么羞辱人的检查 结果柳如烟说不做数了 他要嫁给我当老婆 让他做老二 他不干了 直接找上了我 刘欣 我和你坦白说 我早给你戴了绿帽子 柳如烟是我的女人 你不能和他结婚 他一脸的理直气壮 听如烟说你还没和他睡过 他不算你的女人 让给我吧 他这话也挺炸裂的 我几乎没怎么努力 就能做出一副震惊 茫然 愤怒的表情 张子豪很满意我这副神情 得意地继续补刀 如烟还说过 只有我才能满足他 你要还是的男人 就自觉点提分手 我愤怒地举起拳头 朝他脸上回去 放你妈的屁 我和张子豪打了起来 张子豪人高马大 又是练体育的 我当然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我顶着一张 轻轻子子的脸去了医院验商 然后报了警 张子豪被警察带走 他打电话叫来柳如烟保释他 结果柳如烟见到受害人是我 整个人都傻了 刘 刘欣 他结结巴巴 甚至都说不全一句话 我装出一副被背叛了的样子 指着张子豪质问他 他说你被他睡了 是真的吗 柳如烟的脸色一下子白了 我听见他在心里疯狂问系统 现在该怎么办 系统提醒他 男配问你的事 你是不是被张子豪睡了 说明他前一时认为 就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大声否认 我不是自愿的 他 他 他是强奸 对 是他强奸的我 张子豪人傻了 莫名其妙背了一口强奸的锅 这可不是打架斗殴 寻心自视这种小事了 强奸可是要立案侦查的 真是笑死 柳如烟演技确实好 刚说完这句话 就扑进我的怀里 委屈地哭了起来 臭宝 你要相信我 我一直当他是我的发小 谁知道他会有这样的心思 说着 他还伸手倾服我亲子的脸 他是不是还去威胁你了 真是个变态 毁了我不够 还要去伤害你 都是我的错 臭宝 你知道这一切 一定不会再和我在一起了吧 我们的婚礼 就当是我做了一场美梦 他吸引得这么真挚 我当然也要配合 于是我立刻抓住他的肩膀 强忍着恶心道 宝贝你没错 错的是张子豪 我不会嫌弃你的 婚礼场地我都定好了 你这个新娘怎么能失约呢 柳如烟感动得落泪 臭宝 你真的太爱我了 张子豪目瞪口呆 看我们俩表演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我没有 我冤枉啊 分明是他主动勾引我的 柳如烟哭声更大了 最后闹了半天 警察还是以强奸的罪名 关押了张子豪 这之后 他很担心我会毁婚 时不时旁敲侧击 我当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毁婚了 于是我为了安抚他 特意去定制了一枚 镶嵌大玻璃的戒指 告诉他这是石克拉的鸽子弹钻戒 柳如烟欣喜若狂 他现在已经完全看不上 张子豪和林月了 系统 我现在真搞不明白 小说为啥要张子豪和林月做男主 明明刘欣才是隐藏的大佬 系统警告他 两位男主对你的好感度都开始下跌 任务有失败风险 柳如烟却不以为然道 这两人豪哄得很 等我放下身段和他们睡一觉 不就能挽回了 你真是分不清重点 现在应该赶紧和刘欣结婚才对 婚礼的日子逐渐近了 柳如烟也越发期待起来 每天结实健身 就为了在婚礼上呈现出最美的自己 张子豪在派出所没被关几天就放出来了 毕竟没有切实的证据说他强奸 但他名声坏了 我特意找人去张子豪所住的小区八卦了一下 现在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他疑似强奸 进过局子 一时间小区里人人自危 甚至逼着物业要张子豪搬家 至于林月 他本来除了张漂亮脸蛋就没什么内涵 离开公司也不知道干什么 只好强忍着屈辱 真的拍起了低俗搞怪的视频 结果以前的粉丝跑路大半 人气创新低 就在两人都特别不顺的时候 我给他们分别送去了精致大气的结婚喜帖 上面特别附上了我和柳如烟的婚纱照 这两人但凡还有点男人的血性 被我这样挑衅 一定会到婚礼现场来找茬的 我和柳如烟商议 第一场婚礼在国内举办 纯正的国风 第二场我们再邀请亲朋好友去德国古堡举办 他欣然答应 国内的婚礼定在了本城最大的五星级酒店 婚礼头一天晚上 柳如烟就到了酒店提前准备 我则借口有一台手术 早上会赶过去 柳如烟并没有生意 毕竟我爸我妈也住到了酒店里 不过柳如烟不知道的是 我带他见的爸妈 根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 而是我哥找来的临时演员 当然了 他见到的带喷泉的豪华大别墅 也不是我家的 这一切都是我和我哥为了 报复他而安排好的一个局 我和我哥躲在酒店里的房间 通过提前装好的监控 看着婚礼现场的闹剧 一开始柳如烟还是很镇定的 但看到急时都快到了 我还没有出现 他有了明显的焦躁 频繁打电话联系我 但我已经关机了 他肯定联系不上我了 于是柳如烟问我妈 为什么我还没来 我妈也一副茫然焦急的模样 不知道啊 我打他手机还在关机 是不是还没从手术台上下来 见柳如烟急得快上火了 他催促着柳如烟赶紧换衣服 没事 你先把婚服换好 及时不能耽误 我这就让孩子他爸去找他去 柳如烟无法 只能听话地回了化妆间去换衣服 出来的时候 他就听见有人说新郎来了 他明显松了一口气 我哥笑了 好戏就要开始了 新郎到位 婚礼自然就能正常举办下去 柳如烟奋观侠佩 满脸娇羞地站在宴会厅外 等待宴会厅大门一开 款款走向等待他的新郎 伴随着婚礼进行曲的音乐 他在婚庆公司安排的花童带领下 缓缓步入正厅 结果离舞台越近 他的脸色渐渐有了变化 只见台上站着两道 身穿新郎喜服的身影 他迟疑着停下了脚步 而与此同时 婚礼现场的音乐也停了 两个男人转过身来 正是林月和张子豪 柳如烟脸色大变 指着他们俩时声尖叫 怎么是你们两个 张子豪是个急性子 他跨步上前 一把揪起柳如烟 为什么不能是我 你不是说好了 要嫁给我的吗 林月也拽住了他另外一只胳膊 对啊 当初你承诺的 要和我们俩生活在一起 怎么能撇开我们 去找其他男人呢 宾客里 除了柳如烟的一些亲朋好友 我这边的亲戚都是群众演员 见他那边的人 想要上去制止 很敬意地拦住了他们 一群人在台下看戏 柳如烟惊恐地挣扎 不要 你们 刘欣在哪里 你们把他绑到了哪里 我的名字仿佛地雷 一下子引爆了林月 和张子豪的怒火 张子豪抬手给了他一巴掌 打得柳如烟头上的凤冠 都掉了下来 刘欣刘欣 我就知道你这个贱女人 喜心厌旧 为了这个男的 还诬陷我强奸 老子的名声都被你毁完了 你必须得嫁给我做补偿 他神情癫狂 而林月也不逞多让 你当初明明说 我比张子豪温柔 比刘欣体贴 结果你宁可说 嫁张子豪这种大老粗 嫁刘欣这种阴暗男 都没说要嫁我 你是不是在骗我 是不是 柳如烟被这陷入疯狂的 两人吓得大喊 滚开 你们两个疯子 柳如烟在两个男人手中 拼命挣扎 没想到他激烈的反抗 居然惹怒了两人 性格冲动的张子豪 居然从腰间拔出 一把锋利的水果刀 抵在柳如烟的颈间 说 你要嫁给我 否则我宁可杀了你 而林月也抽出了一柄刀 刺在他的腰间 我也有道 如烟 你可要想好了 到底嫁给谁 柳如烟急得大哭 居然顾不得掩饰 直接呼叫系统 系统 系统救我 可他呼叫系统的举动 却被已经红了眼的张子豪 认为适合其他男人求救 手上一用力 刀子便划破了柳如烟的脖子 林月见状 居然也用力捅了进去 他甚至还狂笑 张子豪 这一次 我比你先下手 张子豪本来还被柳如烟的血 吓得一愣 结果被林月这么一说 理智又没了 他用力一划 将柳如烟的喉咙割破 鲜血顿时见了他一脸 你快要怎样 他的命 是我拿走的 两个人就像疯了一样 你一刀我一刀地 将柳如烟捅成了个血窟窿 他甚至连尖叫都没发出一声 就倒在了地上 好端端的婚礼成了杀人现场 我们请来的群众演员 也演不下去了 尖叫着慌不择路地逃窜 我哥也没想到 既然会出人命 面色凝重 立马报警 只有我冷静无比 逆着人流走到了宴会厅 林月和张子豪面对瘫倒在 地已经成为血人的柳如烟 理智终于回归 手一松 两人的刀子同时落地 张子豪呆呆地跪坐在地上 看着不知死活的柳如烟愣神 而林月则不可置信地 抱住自己的脑袋 发出了凄厉的尖叫 很快警察便赶了过来 将两个杀人凶手带走 柳如烟则被抬上了担架 送医院抢救 在医护人员抬着他的担架 与我擦身而过的时候 我听见了一阵刺耳的电流声 宿主死亡 双男主崩剧情 任务失败 任务失败 紧接着响起电路爆炸的声响 之后我便再也听不到 所谓系统的任何声音了 而柳如烟被送上救护车后 我听见负责抢救的医生吼道 快开车 他失血过多 瞳孔放大 人快不行了 但还不等救护车发动 柳如烟的手便滑落下来 医生沉痛地说道 受害人于上午9点5时6分死亡 至此 我终于改写了我自己的结局 我没有成为书中 那个自卑阴暗的男人 而首任柳如烟的 变成了两个男主 女主领了便当 两个男主也被警察抓走 翻不起风浪 我的人生 终于回到正轨上 全文完